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范范的频道 那今天呢,继续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关于吸引力法则的相关的一些观点和分享 那今天呢,主要是告诉大家怎么样精准的给宇宙下订单啊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有些小伙伴呢,他觉得他在运用了吸引力法则之后 并没有很好的去显化 有一个根本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很明确 自己想要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一个节奏 那么你想象,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一块磁铁 那么你想要吸引什么呢 是金钱,财富,人脉,健康,还是智慧呢 就是你必须要明确 目标越明确 就会获得宇宙的力量 而且呢,要越具体越好,越清晰越好 接下来呢,就可以向宇宙发射订单了 那向宇宙发射订单的方式至少有三种啊 第一种呢,你可以大声的呐喊你的目标 第二个,心里面默念你的目标 第三个,重复的写你的目标十遍以上 然后呢,每天坚持向宇宙下订单 把你的目标啊,去把它视觉化 也就是说,你把这些抽象的事物啊 把它像看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面过一遍 就像是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够看到它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视觉化 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需要不断的去练习 因为视觉化有的小伙伴他一开始没有办法做到啊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自己不断的去练习去做到 然后呢,你要去制定达成目标的策略方法和步骤 因为我们说呀,成功等于目标 一个高质量的卓越的人生呢 需要具备两个主要条件 第一个,你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这叫做目标 第二个,你要知道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那这中间呢,有几个问题啊 你必须知道你的目的地,你的目标 那在你完成的长期目标里面 在你完成你的各个阶段目标的过程中 你不能过得很痛苦 你要很享受当下的这样一种状态 第三个呢,你所设定的目标呢 对你必须是有意义的 不然呢,你也很容易半途而废 第四个,你要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 这个就需要你不断的去提高自己啊 去投资自己啊 去加强自己的能力啊 我们常说就是你越去投资自己 你越能得到宇宙立体式的回流 而不单单只是金钱上的回流啊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回流 第五个,你要学会去评估和去修正 或者说去自行 因为不断的评估和自行啊 就是不要以为设定了目标以后 有了方法,有了优势,有了机会 然后就可以达到 当然你是可以让自己处在这样一个频率里面 但是呢,你也需要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 去做一些修正 那吸引一切与我们的目标相关的人事物 来达成目标只有行动呢 才能够使你这个梦想地图啊 宝典啊 包括你的目标啊 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没有行动 一切都等于零啊 一切都是空谈 然后坚定不移地相信啊 相信就是力量 就是开始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 包括你在去接收宇宙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些频率的过程中呢 你感受到快乐喜悦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就是把自己放在想要的频率上了 最后呢 我们要学会持续地去感恩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 理所当然的事情越来越少 而值得感激的事情越来越多 所以你可以去写感恩日记啊 去感恩你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要学会感恩 而不是抱怨指责 这个就是你去显化的起点 吸引力的源泉 越感恩你的回报就会越多 那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关于怎么向宇宙下订单的一些方法 你可以去按照我说的这个步骤去做 你也可以就是我们这个观点拿出来 大家去探讨也就是一个分享 如果说呢你想要更好的去显化你的目标啊 或者说想要跟我们一起去 呃跟我们这很多小伙伴一起去交流的话 也欢迎来找我添加我的微信 打落空就可以来找到我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咯 我是凡凡 每天一起能量提升